彭小道德剛剛講到 現在此刻美國前國防部長艾斯培 正在訪問總統府 那今天早上事實上有公開的行程 緊接著金融時報就放出了這個獨家新聞 說美國現任國會議長裴洛西準備8月份訪台 是的 前段時間西方的很多政治人物 落意不絕地訪基輔 這段時間現場說 他們這個一個接一個要來訪問台北 那麼今天除了這個艾斯培以外 還有歐洲議會的副議長 今天也到了 所以如果在想8月份 這個裴洛西要來的話 坦白講這個真的是台灣的這個外交上面 這是真正的是相當的一個突破 因為剛才前面講了裴洛西 他美國第三號的政治人物 但是這位女士她是非常tough 她以共產黨最怕她了 因為她曾經到天安門去抗議 還被老共給抓起來 但是別看她現在83歲 她活力十足 而且態度非常的堅決 不是哪一個美國的政府官員能夠限制了她 所以上一次是真正的染疫的 而不是說她怕什麼怕什麼 這位鐵娘子她什麼都不怕 那麼最近呢 但是我們看到說最近好像是大陸的軍機 不斷地擾胎 而且不斷地好像接近我們的這個 除了是這個飛行情報警戒區以外 它距離越來越近 但是呢 這個我們要看到說最近的這個狀況 可能不完全是針對這個 這個培洛斯或艾斯培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上個禮拜啊 不是有一艘大陸的這個黃鋼號啊 飛彈防護艦跟美國那個P8A在內對峙 對 美國P8A是什麼 反潛的 他為什麼那個黃鋼號還要喊話 他說你靠太近了 保持距離保持高度 為什麼 因為那個P8A抵近 為什麼抵近呢 因為黃鋼號底下有潛艇 按照這個兵推的 或者演習的話 潛艇你只要發現 就代表說你見面 因為坦白講 潛艇就是這樣 你被鎖定你就完蛋 那麼當然美國等於是 告訴他 我發現你了 那黃鋼號拼命的 你一定飛太近 那麼現在換了老共表示說 我有能力偵查到你 那為什麼是直升機呢 一百公尺什麼意思 直升機他可以掛掉一個這個聲納 然後他放到海裡面去這樣子來 但是這表示說老共的這個反潛技術比美國差了一大截 因為美國P8A不需要這樣子 彭夏大哥怎麼觀察這個民調各家做各家的然後差距非常懸殊 現在的民調說實在大家都要這個多一層心思來看 這到底是民調呢 還是這個在另外另類的文宣帶風向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ETtoday連續做的民調 我覺得前不久他才公佈一份民調 那在那份民調裡面 蔣萬恩是多少呢 蔣萬恩是35.3還多少 所以這個民調才有意思為什麼叫有意思呢 因為他有一個趨勢 他不是今天來做的 他是從去年就剛開始開始要炒選舉的時候 他就開始做 每一個剛開始兩個月做 後來每個月做 那麼這個蔣萬最高在什麼時候 去年十一月他最高是百分之三十九 然後從十一月以後他一路掉掉掉到四月 剩下多少剩下百分之三十五 從四月以後一直到現在 他就是在三十五點多三十五點多 物差範圍內都沒有超過三十五 然後這個黃珊珊多少 黃珊珊去年十一月的時候 他在十點多 然後同樣在四月的時候 他衝到了百分之二十 然後過來幾個月 他就在百分之二十二 二十三 這代表著什麼意義呢 這代表說 以前我們鄉下都養母雞下蛋 但是有一種母雞長不大 叫九頭雞 為什麼叫九頭雞呢 因為吃到橡皮筋 他不消化 所以他沒辦法長大 那麼蔣萬就像九頭雞一樣 他吃到什麼橡皮筋 他吃到三三橡皮筋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 這個藍營自己都講 如果黃珊珊得票超過百分之二十的話 Game over 蔣萬不要玩了 今天按照ET Today的這個正常民調 蔣萬真的不要玩了 黃珊珊絕對下不來 所以說他們指望什麼 就指望說我們不要講 你看黃珊珊說蔣萬 你是市政門外漢 一刀砍下去 說他砍得很重 這個那麼 什麼辦法 讓這些問題都解決 就是操作這個仇恨值 蔣萬沒有步了 所以他就操縱這個仇恨值 就是說你如果討厭陳時中的話 你看你一定要 在黃珊珊跟蔣萬之間取捨 因為選到後面 民調一定會 蔣萬一定會超過黃珊珊 然後以這個方式 說如果你要怎麼樣才能讓陳時中這個討厭鬼 不會當選 那就是你把票集中 你看你集中給黃珊珊 還是集中給蔣萬安 但是蔣萬安到後面會比黃珊珊高 所以你就忍痛放棄黃珊珊來支持蔣萬安 以免陳時中當選 這就是仇恨值的操作 然後仇恨值一操作之下 什麼蔣萬安 什麼豬頭啦 什麼政治門外漢 都不問了 只為了說我討厭陳時中 就來決定你的選票 這一招說實在看似很高明 其實也是太小看我們台北市民的這個智慧了